歡迎各位回到WCSWinter 歐洲區資格賽Day3 下位各位帶來的是 晉級賽 雙方贏的人 就是獲得晉級資格 由Starbuck對上贏Zan 是ZVT的對決 第一張地圖來到是凱羅斯 交會點 在地圖左上方綠色的人類選手 是我們站隊的贏Zan 在地圖右下方 紅色的蟲族選手 是MIA戰隊的Starbuck 這個人喔 他把所有的天地帳號的框都炸掉了 他先插到他 真的是很卑鄙耶 借看一下都不行 你說那個Inzen嗎 不是 Starbuck Inzen他有掛中式框 64的 你說是他這一季的還是 一直以來都 那個Starbuck 一直以來都炸 沒有 他感覺就不太會流 應該是沒有一直以來都炸 可是他感覺 我什麼都沒流 剛剛去查他 剛剛去查他現在的分數完全超高 還是說他不是用這個帳號在打 如果是條碼應該也要接 因為前 條碼的人很少 應該排碼好接 你現在這邊一直都有習慣 兵營完成之後 拉弓兵做偵查 這主要是 這主要是 不要被 不要被那個 十七滴鬧到啦 十七滴 這張地鐵也算強的 因為幾乎是 可以走過去 對 對 營營這隻死神 繞這個位置 就是要先抓 那個Starbuck 如果是有殘攻兵 要開山框的話 這個前期收死神 好爆六隻的異化充 可以接手的範圍 對 給個尊重 我們出個六隻 一般常見好像是四隻 四隻就是操作比較 操作比較精細一點 這六隻就是 你可以稍微平衛一下 如果對你操作 比較沒那麼 多自信的話 但是如果 在我剛剛講 六羅的情況下 甚至有人 操作分好 只數兩隻 因為像這種 有稍微繞一下的 遇到十六羅 他來的時候 你的後手就能讓 對 因為他有繞到山框一下 他不是直接衝過來 所以這種情況下 如果 就展現出十六羅 真的是 你那個後手 一出來 人家死神一到 你的後手 這邊 STARBUCK的六隻 異化蟲 來到了前線 提速完成 但是火車已經出來 第一時間包上來 哇 哇 這個包掉一台差很多 這差很多 而且後面還有狗 好 不過後續 2台火車出來 剩下的狗走掉 後面還是咬 後面這個咬 其實 哇 還近 再近阻礦一次 看到了 不只咬了龍 還偵察到龍蟲 還放了一點火 賺反 對 而且 因為 ZARBUCK的家裡後續 一直在補 他這波 進去之後 後面的 那個 都一直在補 我現在 一直在補 然後 他剛剛看到的那個 融合核心 對 融合核心 確定你要出戰群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 ZARUTO幫他 因為 你只要 基本上打這個東西 你要讓你有地面站 哇 這個火車 進去哪裡 那其實 引刃的這個穿火車 也是一個很正確的選擇 完蛋了 被燒回去 講了這麼多還是被燒 待會了 再見了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應對 前提是要建立在 你還有緊急的情況下 再見了朋友 對 然後為了掃住這波火車 後面又再出了 八隻的異化蟲 好 現在他只有一個選擇 這十隻蟑螂 然後 直接正面 就是對 戰群飛你家 蟑螂推他家的這種概念 對 就是直接跟你換 我看 乾脆 後塵也一起爬出去 讓他必須進去 對 十六隻公兵的死蟑 這個星際的落差 非常嚴重 果然蟑螂直接 往前頂了 剩下 唯一的機會 就是這一波 這一波 一定要打殘 打殘才有機會贏 打傷 沒有打到很傷 都不會贏 戰群 戰群啊 飛到那個惡礦 飛到惡礦 什麼東東都沒有 喔有後蟲啊 他飛到惡礦只殺了一隻公兵 但是問題是他飛過來之後 發現對面所有的東西 都在他家門口 他應該是過來才發現的 對 不過很危險喔 對 這戰群也是 我覺得最好的情況是 這一波啦 對農民先拉走 只能守上面了 欸 農民怎麼A上去了 好 看來是 看來是大力出奇蹟了 因為第二台戰群感覺是來的 對 第二台戰群現在完成這台一半 那戰群生產要一分多重 這邊蟑螂 進去點那個 蟑螂點 欸 那個鬼雷不要 不要 欸 欸 你鬼人是要死了多久啊 因為他 他一直在點不同目標 沒有沒有 哇 哇 結果 SARBUCK抓住了他唯一的機會 大力出奇蹟 再會了 朋友 我跟你講 這個畫面我也看過 這是我們聊天室的那邊 會N開頭 打到這個 有點不知道為什麼 好 第二台戰群出來了 可是家裡也爆開了 公兵 這一次 我家裡爆開了 沒農啊 欸 再見了 一次我們再一次 對 而且 戰群打一化蟲其實 是 是給力啦 可是一化蟲太多了 這邊給你打吧 反正 反正你沒公兵了 對啊 你沒公兵啊 我家裡刷農啊 好啦 這個大概就結束了 這個後續我還真的不知道能量怎麼拿 沒有 一點機會都不知道 而且他家裡後蟲很多 而且他家裡後蟲很多 那是很暗的 戰群打不太一次就後蟲 好 然後抓你戰群出門 我一化蟲再去你家 對啊 你在出門啊 沒敢出門啊 那其實說真的 這邊贏任的惡礦也不用救了 他公兵根本沒有 沒有這個量 給到惡礦我 那惡礦就飛回去吧 然後看這個 這個戰群過去看到對面後蟲 八隻的後蟲 來來來 先給你鎖 鎖掉兩隻嘛 因為他有大蟲 他有大蟲 你直接貼上來硬點 好 送回去問題是 你有錢修嗎 他沒有錢修 絕對不夠 你也沒錢修啊 你回去還是 有殘血的戰群 沒錢修也沒有公兵可以修 然後你公兵如果選擇修的話 你就沒有錢可以修 如果公兵要挖礦 你就沒有公兵可以修 這邊你之前不知道還在堅持什麼 他堅持到他T3才幹什麼 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然後飛過去 然後他直接飛過去耶 等一下看到人家 但是你這個戰群 大概只會在 囂張個一分鐘 對 螺旋塔已經下去了 等一下撫飛出來 你戰群 就要被一路打回家 而且你是完全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去打 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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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活得出來又被包 這真的是一個史上最悲劇的火車耶 他火車是不是從開場被包到結束 從開場就先掉了一台還掉 一台 最一開始就直接被包掉一台 而且那個狗的量很少 他 是單單薄薄的一層 我覺得六條狗就包到 還是八條狗就包了一台 六條 因為他是最一開始包的那六隻 手死神的六隻 再會了朋友 啊他這邊還飛起來 滾進去了 一台戰群飛回來救援 可是你還是偷公兵A啦 那這樣子 焦兵還是死掉 再見了朋友 然後 那兩台戰群應該也要掉了 在那個 2台這邊 好 先掉一台 給你殺 給你殺 我還有五十里之農民吧 我的農民是你的七倍啊 要怎麼打 其實在這邊終於任命的打出GG 這邊是炸Bug而已 1比0 暫時領先 其實剛剛在 引刃這邊返船回去燒了十六隻工兵的時候 其實引刃這邊的滴滴確決是一個優勢 他應該 那個情況下如果他打的 他如果先稍微思考一下之後 再兵費他的戰群間 基本上就贏了 對他要做的其實 並不是要把那隻戰群馬上衝到前線去賺東西 而是他要先思考的是 對方還有什麼手段 可以去搬回他的烈士 剛剛二礦龍全部塗掉的情況下 低一點他不知道有沒有出招 所以 所以他不知道對面會不會反抖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稍微晃一下 或者是 因為他確定他優勢 他斷水直接直接飛過去 他直接飛過去 把外面的塗罩控一下 然後再繼續殺 其實也沒有差很多 因為根本不差那幾秒 你如果真的要繼續 支進去為了殺死你的話 你頂著那個後蟲就不差那幾秒 就是 這個人類的死吧 跟我所知的那個Synrush 殺死你了 可是我要免事啊 就是有時候做事情 就要想一下那個後果 這個是優勢的時候 你的戰群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要直接往 對面的家裡順過去 對 就是 戰術是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一個套路 可是今天 當你在前面的東西 賺到一定程度之後 對方會怎麼反打 這個都是你要思考下去的 然後去做變招 這件事情好了 忘記飛進去 呵呵 你沒進來 我沒進去 好吧 那你就稍微 小小打盾一下 這場火波就好 沒關係啊 反正我相信這一場 我跟你講 StarVar 他的 他的 他比較 他也是偏一拖型的 所以應該不會太久 好 現在回到比賽第二回合 地圖是來到自動化 在地圖左下方 綠色人類選手 是我們戰隊的 Ingzen 在地圖右上方 紅色的蟲族選手 是蜜亞戰隊的 StarVunk 這場我們來看一下 Ingzen 這邊會做一個什麼樣的 戰術轉型 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 Ingzen的打法 幾乎都是 都是後續接標車 那無論他前面 是用什麼樣的開拳 然後後面都是去接上 火車加上飛彈車的組合 來看一下StarVar 這邊 露霜之後 瓦斯狗池 Ingzen 這邊仍然是 非常 有紀律性的 兵營完成的時候 封兵出門偵察 並且放下自己二框 並且放下自己二框 這隻工兵只是要來確認對方是不是裸霜 後續的死神接著上來 兩個做一個交換 工兵回家死神上前 這邊 後續出來的情況底下 自己不太需要被擔心 後面會被擊殺 這邊 這邊來看一下 影劍這一場 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會不會一樣 還是選擇 戰群的服從 雖然我覺得 機率是不太高 畢竟 一個戰術失敗 同一場 還是會有一樣的戰術 但回歸來講 上一場 也是因為 早期 被對方穿狗 然後 掉了火車 主礦的科技 又被看到 攻兵也被擊殺 這邊影劍死神 上了Starbuck主礦 再稍微看了一下 目前 影劍這邊用兵營 單獨生了兩隻的槍兵 然後 星際崗要 喔 河龍的核心 又 又要飛戰群了 這場又要走戰群 但是相較於剛剛 那張地圖來講 其實這張地圖的戰群來講 我是覺得 比較好 因為 在 主礦外圍的那個高低點 其實是 非常舒服的戰群 請留的一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我 後續看起來 影劍這一邊 好像後面要打算 針對 蟑螂反撲去做出兵 影劍這後續 則是 兵營掛上了 然後 開始雙倍再出牆壁 軍工廠呢 則是掛上科技實驗室之後 交給星際崗條 主戰巡艦 影劍這邊 後續持續的是 雙倍再出牆壁 軍工廠這邊 則是在掛了一個 科技實驗室 在出坦克 的確在這張圖上 坦克防守是 相較較強 只要駕在主礦的高地 可以對二礦的門口 進行協防 影劍這邊是台火車之後 出門 來到了 砂巴克三礦 可是由於三隻後蟲 加上大量一化蟲 這個防守 我只能選擇 先退出蟲胎 這圍巾出道 現在還沒有擊殺 任何一隻王蟲 砂巴克這邊 藏了三隻的一化蟲 在影劍的山礦處 這邊繞了過來 看到影劍這一邊 是有大量的槍壁 並且門口 下了一隻殘克 這個 後續接的這個 其實就 完全是可以防守 剛剛打Bug的 的 蟑螂盤 來 砂巴克先 除掉 除掉 後蟲 戰訓再進來 一隻後蟲其實可以不用怕的 當然後續還有 這邊要增加戰訓的一些續戰力 把他拉回家 這邊是有看到 打Bug又是想要再打一個反推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雕寶直接放下去 那這邊兩台坦克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邊如果坦克是架高地的話 其實這個位置 在防守上來講 是非常給力 那架低地的話 反而還有一些風險 好的 這邊大量的 一化蟲加蟑螂 拎過來 穿石梯丟下去 不過由於距離過遠 沒有辦法全部的 前尾獸都丟 沒碉堡完成 坦克要集火 這個蟑螂的部分 後續再一台坦克出來 不過這邊 蟑螂跟結尾獸已經消耗光了 目前只剩下10隻蟑螂 情況底下 空中有戰群守護 這一波已經是 確定了 但是這一波已經 已經損失了 三隻的攻兵 並且後續還持續有 蟑螂再接過來 好 SARBUG這邊 提火再點攻兵 好 後續直去再接 當然過來 那邊看起來 隱晨這邊 雖然損失了10隻攻兵 不過目前 跟SARBUG的攻兵 比起來直播後 死了 隱晨這邊後續還持續 一直在續戰巡艦 正在處境散 那第三台戰巡 STARBUG這邊已經放下螺旋塔 隱晨這邊的戰巡擊殺 STARBUG的攻兵數只有2隻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 這個擊殺數來講是 不勝理想 STARBUG的試礦是 直接放在黃金礦處 然後抓著隱戰巡出門的時間 大量的頭部再次 大量的蟑螂 這不算大量 當然跟異化蟲 就是來到了 ZEN的閃光 B的隱晨這邊 是用 戰術藥船把戰巡再送回來 這兩場出戰巡的情況都會變成 家裡只要被亂被騷擾到戰巡 就是會順回來做救援 那反而失去了 速戰巡去做騷擾的一個優勢 那這樣子反而變成是 給了STARBUG非常足夠的時間 來進行的戰巡 不過這一場 STARBUG後續轉出來的 則是飛躺 轉飛躺的用意的話 也是 也就變成是要跟 跟隱晨做換家的動作 果然戰巡一飛出來 大量跟異化蟲 沒有再次傳到了 隱晨的閃光 正面的部分則是大量的後蟲 加上飛躺 直接就接到戰術員 這邊先掉了一台戰巡 加上隱晨三礦 工兵再次死傷 這邊卡了一個位置 這邊點後蟲 其實比較沒有太大的意義 點工兵會比較緊張 這邊直接戰術藥船回家 回家 回 回 回 這樣白白掉了一台 哇 這個大盒BUFF還沒有射出去 剛剛STARBUG這邊 在家裡解戰巡的同時 那 也是吧 飛躺繞到了一陣家裡 那一陣這邊工兵 再次被屠殺 雙方的工兵數 落差來到了20 這邊非常在 沒人進來就感到 STARBUG的飛躺 不好意思 這邊 這邊 亂一下也是發現了 這邊這邊也是要轉回 火車加飛彈車組合 這邊 STARBUG選擇是用盾地蟑螂 用盾地蟑螂的方法 也是一個可以 去 阻斷飛彈車後車的一個選擇 選擇 不過由於 早期自己是有出飛躺 所以 隱形這邊 在各個礦局都有 插擠礦泡材 那這樣子 對地蟑螂的成效 就有 減半 大量火車 隱形大量火車 想要去穿STARBUG紅金礦 但STARBUG是有留蟑螂做防守 所以這一波 並沒有達到任何成效 好 這邊後續又要再度轉出 戰巡 並且持續的把礦在 向上開 開出 好 這邊 火車利用自己的射程 隔著岩石 燒了兩隻的工具 好 這邊操作失誤了 火車停下來了 哇 直接被蟑螂指掉了大部分 只剩一台殘血的火車離開 但這個看 這一滴血 被飛躺圍刀 這個僅存的飛躺 還擊殺了一台火車 剩兩隻 哇這兩隻是用來巡邏的 引戰這一邊 後續又再出了 兩台的戰巡 引戰這邊要把自己的四礦開出來 因為 火車加飛彈車這個打法 基本上 緊記是不能輸給對方 所以 礦還是要拼命的開 但是 引戰這邊試圖的要用火車去穿對方的礦區 但 那 Starbuck這一邊的 控圖是控得相當大 所以 讓引戰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機會 這邊可以看到 實在巡邏的飛躺 仍然又再度抓到引戰要 要 繞礦區的火車 那引戰這一邊 在反應上其實相對都慢得上巡邏 讓自己的 火車其實平白無故已經送掉十隻幾台了 Starbuck目前已經在轉地生亡蟲 這個 這個是 目前是巡邏螺旋塔的一塊變毛 後續當然是進攻什麼的問題 引戰這邊部隊要做一個壓制 這一波部隊組成 則是有兩台戰巡 配大量的飛彈車 以免少量的坦克 這一場的話 Starbuck就是選擇 這個感染蟲加蟑螂 以及寄生亡蟲 來截掉這波部隊 這邊 蟑螂直接上 飛彈車鎖定 直接去鎖到了 感染蟲 這邊 哇 這個 這個有想法 這個有想法 感染蟲直接去 神經寄生飛彈車 然後回頭去鎖定對方的飛彈車 這邊 由於寄生亡蟲出來 這個 引戰的部隊被迫回撤的情況底下 好 這邊神經寄生先 監督到了一台戰巡艦 大河炮丟下去 那等一下在控制快結束的時候 會直接往回順 會順到自己的部隊裡面 這邊 這邊由於 Starbuck的撫飛數量不夠 所以 不耐著只好再 用第二把神經寄生 解掉一台戰巡 雙方交換之後 人口落差是來到了25人口 有Starbuck這邊人口領先 工兵數上 Starbuck有13人口領先 所以經濟上其實是來的比較好的 雙方在部隊組成上的話 引戰這邊 繼續保持著大量的飛彈車 然後配上空軍的 戰巡艦 Starbuck這裡的話 則是有 16隻的腐化飛蟲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來講 引戰這邊繼續轉戰巡 對戰況其實一點都不樂觀 Starbuck無論是空中的腐化飛蟲 或是地面的感染蟲 對於戰巡來講都有絕對的 死命的傷害力 好同一時間這邊頓地蟑螂再回來 不過引戰的各礦區都有差對空砲台來爭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多線蟑螂並沒有達到一個成效 Starbuck這邊變了更多的寄生蟲 那這樣子看來的話 就目前的結果看來 等一下 Starbuck前進攻的那一波應該就會直接帶走 Starbuck家裡放下刺者受訓 打算要轉出刺者 在攻防上面的話 遠程三攻已經完成了 所以現在開始在提升的是進戰的一攻 然後這邊飛彈車被 被飛彈車鎖定之後就直接果斷升級提升下去 這邊感染蟲 定到了 大量飛彈車直接上升在前線 這也是剛才說出感染蟲成效比較好的地方 因為定一把下去飛彈車就走不掉 隱身的這個打法 重點就在於飛彈車 那飛彈車只要 持續的有被消耗 那對於人類這個 部隊沒有辦法成型 續不起來換不了的情況下 其實正面是非常脆弱 隱身這邊分了一台戰巡 來到Starbuck左上角的礦區 但是礦區瞬間一口氣插了一堆的對空砲台 這邊 這邊 隱身是直接用 武化飛蟲來一起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Starbuck要解這台戰巡 與其用 與其用輔飛 不如用感染蟲 一隻感染蟲就好了 因為感染蟲只要飛過去 然後 遁地 遁地 遁地去嘟那台戰巡 直接飛到自己感染 從中央 他是連走都走不掉 而且順移 他順移也用過 所以剛剛那個情況 我覺得用感染去防止那台戰巡 會比浮飛飛過去要來的 來的好一點 在這邊 在這邊不斷的用飛彈車想要再去消耗 Starbuck的 經濟 那Starbuck這邊非常穩健 自己的部隊堅持就是不踏出重開 這邊大量的飛彈車遇到了寄生蟲 還是只能後撤喔 Starbuck在地圖右側偷的礦局並沒有被看到 哇 這邊寄生蟲直接被鎖定到 直接掉了一隻寄生蟲 但這隻寄生蟲的代價是 換到了一台飛彈車 好 這一個礦區 留下了兩台的飛彈車 一個礦 沒有工兵 換兩台飛彈車 其實對於 對引戰來講還是比較不會懂 因為Starbuck現在其實已經有足夠的礦區了 只是由於 工兵基於滿營運的情況來講 所以 並沒有辦法每個礦區都採取 Starbuck這邊 再掉了一個礦 引戰是直接用兩台飛彈車鎖掉的 這邊 圍巾出來 不過 這邊要小心喔 因為Starbuck這邊是有雙AOE的魔法單位 感染蟲的真菌真身 以及飛彈的寄生炸彈 如果兩把 兩個同時中的話 我已經等於在空中直接爆開 這邊大量的寄生蟲 直接淹上來喔 那引戰雖然有非常多的圍巾 不過並不敢上 二十台圍巾 那後續再轉出氣死 哇 這一個幽靈特務繞備 從後方過來1MP 直接炸下去大量的感染蟲 跟 飛彈都沒有能量 哇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Starbuck這邊利用感染蟲的 受感染陸戰隊喔 然後 讓 維基不敢靠近的情況底下 把寄生蟲安全的撤離 這邊對於飛蟎而言 對飛蟎而言 只要重新再吸取一些能量之後 又可以重新再繼續使用技能 但對於感染蟲而言 你就勢必要再 更多的時間 來回復你的能量 這邊其實前面 Starbuck的 其實是 我覺得蠻有實的狀況 但是 拖太久 被引戰把部隊給轉出來 現在就要考驗雙方的一個 大部隊的操作 這邊 寄生王蟲 還是在白嫖 好 這邊非常大量的EMP 直接丟阿 但是由於幽靈特務要丟EMP走的有點前線 所以被自己的坦克傷害 以及寄生王蟲的 攻擊給全數殲滅 好 這邊 幽靈特務幾乎死亡的情況底下 已經把大部隊推了出來 但是這邊地面的感染蟲 正俊神神拼命的丟 看起來圍巾要爆光了 哇 這個受幹人陸戰隊對控的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現在剩下圍巾跟腐化飛蟲的對決 受幹人陸戰隊拼命的從地面攻擊圍巾喔 那受幹人陸戰隊對控是非常痛的喔 現在 隱陣的地面已經被解除了 現在只剩下STARTBUG198人口 有90人口的領先 大量的寄生王蟲持續在前線丟的寄生蟲 這邊隱陣在偏偏維的維修自己的 行星曜賽 呼 喔 這個要蓋這個要蓋基地了 哇 喔 哇 這邊 隱陣直接打了GG I'm going starbuck.2比0 擊敗了隱陣喔 壞 率先的晉級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